哎呀 我就想问一下 全中国现在还有不热的地方吗 既然热成这样 看来必须拿出我收藏的 130万点赞的老汁小海鲜配方 看看它到底结不结束 老板 马鞭海鲜 生子半斤 一斤花个 螃蟹再来两个 鲍鱼再来个七八个吧 来五六个生蚝 一共花了162 那我找到这个130万点赞的配方 是别人开店级别了 而且关键是什么 贼简单 有手就会 这就是因为太简单了 所以今天小羊哥 我就要挑战用一只手 来做这个 撈枝小海鲜 好 先把我这只手放在背后 用尊 香温 OK 除了这呢 我还弄了一些八爪鱼 七一维虾 一共七种海鲜 哇 今天真的是一顿 丰富的海鲜小撈枝 我怎么用两只手 我砸 OK 摆放整齐之后 我们用一只手把它抬起来 好 我们放进这个蒸烤箱里面 一锅蒸个五分钟 好 先出锅一盘 下一盆 但是生蚝就不一样了 最多两分钟 生蚝 OK 朋友们 两大碗海鲜 还有一碗生蚝 哇 这太过瘾了吧 我是不是应该先调料汁再蒸海鲜 赶快赶快赶快 接下来吃座脑子 看好了 橙浸水500克 然后是蚝油500克 啊 500克 500克蚝油 我平时好有我的手护的用 直接干进去一斤 什么声音 接下来麻辣咸鹿125克 给它倒进来 辣咸鹿100克 给它倒进去 鸡精30克 胃精20克 没有胃精 再来20克鸡精吧 反正一样 白糖120克 我这一包是350克 取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蒸抽180克 花椒油220克 花椒油300克 哎呦我天呐 这个油啊 感觉全是各种各样的油 混合在一起 OK 这个老招就调好了 你看见没 它有四层 把它搅拌均匀 我真的怀疑这能好吃吗 这么多油 我妈也好咸哦 海鲜不怎么有味 应该是要咸一点 我怎么能质疑别人 130万点赞的配方呢 先再来尝一下 哇 这么好难吃哦 我怎么这么咸啊 兄弟们 我决定多加点水 把它这个稀释一下 嗯 好多了 好多了 倒进去 就再淋入我们这个 葱花香菜小米辣 再给它放进冰箱里面 冷藏两小时 再带上我们这个 专业的吃包小手套 哇 小赛强现在已经这么专业了 捞捞看一看 哎呦 看成这小螃蟹 OK 开车了 先来个虾 站上我们这个小捞灯 咋呀 哇 好吃哎 它这个虾翅子就不会像昨天喝汤的时候那么咸 偏麻辣又香 关键是它味道融合的还特别好 常常这个 鲍鱼一般是不怎么入味的 看下 哇 太冰爽了 鲍鱼还是不怎么入味 但是表面那层已经充满了这个老汁 又麻又辣又鲜的感觉 这样吃可以 按照昨天那个配方 再兑800毫升水 我觉得可以 哇 这个鲫子太肥美了 不开玩笑 我觉得这一波真的可以拿出去卖了 但是它那个配方怎么会这么奇怪 哇 好吃 嗯 吃个螃蟹 一串霞 给它泡一杯 嗯 什么吃也太爽了 无情的吃虾机器 虾仁旋转吸之机 暴风吸入 吃的特开胃 嘿 你说我们放块干冰进去是什么效果 真有情调啊 继续吃继续吃 吞子暴鱼串 太肥美了 好 我经过小乡的狮子 这个老汁小海鲜 简单 好吃 解锁 对哦 它解不解锁 我不知道啊 哎呦 今天没太阳 外面一点也不热 怎么我们把这个空调打开 开到热风 让它吹到32度 真的好热 我感觉我都快中暑了 满头大汗 啊 解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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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哇 冰冰凉凉 嗯 可以啊 有一点那种感觉了 哇 真的好冰爽啊 啊 太热了 哈哈